是 世子 李谦 世子你也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不碍事不碍事 这是我受过最值得伤了 太皇太后 要给我和湛男郡主止婚了 我今日同太皇太后 还有郡主一起前来 就是请太皇娘娘主婚的 李谦 怎么了 太皇太后和郡主的马车在后面呢 应该一会儿就到 我先不同你说了 我得去和太皇娘娘请安了 走了 对了 到时候别忘了 要来喝我和郡主的喜酒 走了 好 这一路风尘仆仆的 梳洗一下 真是清爽多了 不过 这个吧 带上去 看着气色就更好了 一会儿你再喝口茶说说心 参见太后 儿臣给母后请安 都免了吧 太后 在万寿山可好 谢母后关心 儿臣在万寿山一切都好 这里气候宜人 确实适合休养 不知道这次母后来万寿山 所为何事 育儿封后有些日子了 宝宁年纪也不小了 她的婚事 哀家不想耽误 母后所言极是 是时候给迦南郡主 物色一味良婿了 儿臣听说 靖海侯世子 这次也一起前来 不知道是不是母后 已经熟意靖海侯世子了 说得正是 从皇亲国戚那儿 得了不少明帖 如今后宫仍是太后做主 想了哀家要与太后 商议一下方托 谢母后 既然是母后相中的 那自然错不了 靖海侯世子的家世背景 和人品相貌 那也是极好的 母后请放心 儿臣这就让司天剑 择选一个黄道吉日 把赐婚的义旨传下去 好 禀报你们太后 永庆国大王子求见 劳烦大王子在此地休息片刻 我去通报一声 我去通报一声 你们小心着点 这可是太后最喜欢的 古松盆庄啊 是 大胆 见了我们永庆国大王子 竟不知道避让 好 奴 奴才给大王子赔不适 相思小心点 大王子 太后娘娘还等着见您呢 还不快退下 这边请 郡主 没想到还能在万寿山见到您 我跟外祖母来万寿山散散心 刚好打探一下珍宝阁的神鬼兵器图 听说郡主 要嫁给靖海侯世子了 恭喜啊 你也觉得 我嫁给靖海侯世子是件好事 靖海侯世子家世显赫 文武出众 想来是值得托付的良培 是不是良培不是你说了算的 是未成失礼了 那神鬼兵器图 郡主可有了新的线索 不过就是个图厕 镇宝阁的暗门我已经找到了 答应你的事前自然会办到 郡主 郡主你慢一点 郡主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来了万寿山嘛 就得去珍宝阁看看呀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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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您不要去了 你要是想要什么宝贝 太皇太后都会伤给您的 你何必亲自去那个珍宝阁呢 那我不去珍宝阁看看 我怎么知道让外祖母赏我什么呢 说得也是 郡主 郡主 你看 估计是来给太后拜寿 还没来得及回去的别给我使臣吧 你放开 你放开我郡主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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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孟王国的郡主 为何要袭击本王 谁袭击你了又不认识你 郡主可能想要击杀这条蛇 都说你们慕安国的女人 只会在深闺里绣花 没想到郡主你不仅有花容月貌 这身手功夫倒也不错 真懂 走 郡主 那还去珍宝阁吗 明天再去吧 明天再去吧 明天没心情了 明天再去吧 明天没心情了 郡主 咱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这儿连个侍卫都还没有呢 这李家军刚刚接手万寿山 侍卫还没到齐呢 这样啊 行吧 那你在这儿待着 我就进去了 嗯 嗯 哎 咳